一片铺露的景象 你看一下 铺成这样子 这边的话是甘肃南州市 这里面是个零食收菜交易市场 进去看一下 进这里面原来可能是车子要收费了 现在浪成那样子的 原来这边是横道山水城的 横道 是横道地产的 不是垃圾 看样子这个地方有一点 是吧 地上那么的垃圾 属速二属车 洗车快修保养 哎呀 地上都是垃圾 你看一下 看样子这个山水城的话 有点糟糕 你看 自作洗车10块钱的 自作洗车就是自己洗10块钱的 自己洗完要10块钱就不便宜 是吧 我们那边洗车的话它15块20块这样子 我准备往那个陕西那个方向去 本来的话是往那个 呃 一门关 呃 端放那方向去 但是因为我的 头龙啊一直在痛 鼻子里面也在抽血 呃 所以我就不忘那个方向去 大路批发 这里面是个市场啊 那边的那那么高的是 横道山水城的 哇这边的好像是烂尾楼 看一下 无烟蒸气的 今天又看到烂尾楼了 既然碰到烂尾楼了 肯定就要那个 估计看一下嘛 算 很久都没有破烂尾楼了嘛 你看一下 哇一大便全部都是呢 那是什么房地厂的你看 嗯 不会是就很大山水城的吧 你看一下这个桥头 你看一下那个一大便的房子 都封顶了的 又是见到那边没见了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很大的 这边的话就是很大的这边 这边的话又不知道 要过去看一下才知道 不过从这边看过去的话 它是肯定是烂尾楼 见了见了又不见了是吧 底下的话是一条高速公路 所以买房子买在这边呢 坐的话不大好 因为高速公路很多车子的话 非常的吵闹是吧 到了半夜都还很吵 哇 这俩是一个集市 这烂尾楼底下是一个集市 你看一下 很多卖水狗的 荔枝十块钱一斤的 哇 这集市还挺热闹的呢 因为现在都是中午了嘛 你看这个房子 很高啊 几十层楼高啊 万卫楼底下的集市 啊 估计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完全是烂尾楼 是吧 再结论一下 哦真的是 你看一下它那个大门都这样子的呢 是吧 这个烂尾楼的话是完全是烂尾楼的 你看它扒到个大门都可以用贴皮 给堵住了 里面空无一冷的完全是烂尾楼 你看一下 很高啊 这框架的装啊 又等着中修的嘛 你看一下 这边也是 全部用贴皮枪抖住了 然后在烂尾楼底下的就是一个集市 烂尾楼下的集市 这里边也是 抖了是吧 全部把它抖掉了 到这个烂尾楼下的集市里面转一转 羊肉 哇 挺热闹的 呃这个啊真的很有特色 你看一下在这个烂尾楼底下竟然很热闹 但是那缝子是烂尾的呢 是吧 但是底下特别热闹啊 你看一看 说的太奇葩了 这么热闹的地方 它的房子居然会烂尾 你看一下 也许真以为它是烂尾了 它这块地皮的话 它弄出来把它搞成了一个集市 就是这个道理 注意这个道理 这是银丁 ệt 真没想到浪尾楼底下的景色也这么热 然后这边插走两个红旗 浪了浪插走两个红旗插走一耙的红旗 本地西红是4块钱10斤 这边的西红是便宜 二松五块钱就不便宜了 我现在还没有看错了浪尾楼盘是什么公司的 你看看 反正就是特别高 我自然是很丰富的 这边的菜比四川才便宜得多 这边的菜比四川才便宜得多 这边也是挂着红旗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那样的插着红旗 这没想到南州市也有浪尾楼 是吧 南州市的话是甘肃的那个省会城市 第一大城市 你看这个浪尾楼盘很大 红旗飙飙 前面就是集市 这个浪尾楼集市的话 应该三五非常热闹了 因为现在都是中午了嘛 中午了的话 大部分人都要回去吃饭了嘛 上 内顾一个五块两个十块 起爬呀 上 上 凶椒四块钱 两百分块一八两块了 三块一块一块一块 三块一块一块了 三块三块也要把两块一块 小块 两块 八两块 三块 鱼蒜一斤五块钱 刚刚说他的猪肉不好骂 中路难难不等 两层 好长 这些鱼都死掉了 不新鲜 这一头就是烂尾楼的菜面 从菜面看一下 全部都做了一个框架 你看一下 这两边的车子倒是停的很多的 因为在这边停车的话是免费的 是吧 免费的话 很多人要车子把它停在这边 它停在时间长的 比如说几天都不用车的 是吧 它停在这边就可以省一笔钱 很奇怪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烂尾楼 你看一下 就做好了框架了 也烂尾掉了 哇 这个烂尾楼里面还搞了一个农产品市场 你看一下 哇 里面还拿来搞农产品市场的 虽然房子没建好 但是卖东西照样可以卖嘛 是啊 这底下这一头的话就是居民房 哇 哇 然后这边你看一下 这房子 这样子 前面人家大了棚子在那边卖东西 就是这样子 全部都是房子都是没建好的 然后这里面搞了一个市场 真正的是烂尾楼市场 看一下 围随楼 围随了在烂尾楼我搞了一个市场 好 就这这ica 这里面进去看一下 是吧 既然在烂尾楼里面搞了一个农场民士场 bueno 我真的是 他有可能这里原来本来就是拿来搞四床的 但是就是说烂尾调的 烂尾调就没有中修 没有中修的 松家自建路做的 你看一下 还挺卖东西的 还挺多的 这边在搭架子 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都坐了两层楼了 有可能还要坐三层楼 或者四层楼的 你看 没坐上去 可能是松家就是花了钱买的 房子没坐也没办法 也都坐了 也进来卖东西 两边都是这样子 全部的外观没中修 但是好像很凄凉的样子 你看一下 没什么顾客 后面就是那一栋栋栋栋很高的 你看 你看第二层楼 你看一下 全部都那样子 这半层楼 是吧 半层楼 这边也是 你看一下 外观都是没中修 怪着风起 嗯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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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浪尾楼请的吧 应该原来就是搞一个大四层的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搞个大四层的话 可能是开发生就没有把了建好 没有建好 可能有很多松家来这边买了店铺的 我买了店铺 然后他们就直接就搬进来做生意 你看一下 是啊 你看围窮外观都没中修 然后这个的话你看一下第二层的话完全都是空的 你看一下 是吧 完全都空的 然后 第一层的话就有有有有有些店铺 哇 在这边买了店铺的松家真的是倒霉透了 是 所以要买店铺的风险的话非常的大的 呃 一不小心买到烂味楼 也要么就算没有买到烂味楼的话 他这个松叶钱搞不起来 呃 生意也做不成你买在店面也白买了 你想一想 是 哦 哇 你看两个是大门